我給你全世界的黃金 嘉莉你會想要嗎 好啊 如果同樣的問題 問華倫巴菲特的話呢 你知道巴菲特說什麼嗎 他說好 沒有他說不要 為什麼 最近美國股票很不穩定 而且美國政府在印鈔票就股市耶 很多投資專家說 可以買黃金可以避險 而且可以看通貨膨脹哦 這樣子美金品質的話 我就不用怕了 真的可以開始拿黃金的ETF了嗎 在講黃金這個主題之前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哦 如果可以的話 我給你全世界的黃金 嘉莉你會想要嗎 好啊 我每天躺在黃金上面想要 但是嘉莉你知道嗎 如果同樣的問題啊 問華倫巴菲特的話呢 你知道巴菲特說什麼嗎 他說好 沒有他說不要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如果給他全世界的黃金的話 可能10年20年甚至50年之後呢 黃金還是黃金 他不會變多 他永遠都只是黃金 但是呢 華倫巴菲特啊 他會把黃金換成錢 然後把這些錢呢 拿去買土地 拿去買一些資產啊 或者是股票等等 因為呢 他買的這些資產呢 會幫他賺更多的錢 還可以累積更多的財富 哇 所以這個是 這個股神巴菲特的想法 好有智慧喔 那其實講到黃金ETF啊 嗯 嘉莉你知道黃金ETF是什麼嗎 有很多黃金在裡面 哦其實不是喔 其實黃金的ETF啊 他就是用衍生性的商品 去模擬追蹤黃金金價的走勢 那黃金的ETF報酬率好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片喔 嗯 如果呢 我們用黃金的ETF叫GLD 然後呢 跟美國的大盤SPY來做比較的話 你會發現這一年來啊 黃金的ETF好像 蠻穩定在成長的 雖然有穩定成長 但是呢 在這一波疫情的影響之下 你會發現啊 SPY跟GLD 它都是下跌的 嗯 它都同時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把它拿來做避險的話 好像沒有起太大的作用 嗯 但是呢 如果我們看的是長期 我拉10年來看的話 OK 10年來看呢 你會發現 OMG 你會發現 投資SPY的報酬率 是遠高於黃金 GLD 他們這兩個商品的報酬率 差了將近100% 哦 真的耶 對啊 那與其投資黃金的ETF 你不如投資SPY美國大盤 嗯 跟著它一起成長 而且你看 這10年來的跡象 已經包含最近這疫情的影響了 嗯 所以你看長期來講 投資SPY 你的報酬率還是比黃金還要來的好 至於要不要投資黃金相關的ETF的話呢 那就是看各位投資朋友 你對它夠了解 你再投資它 要不然風險會是非常高的哦 嗯 那當然除了黃金的ETF之外 還有其他貴金屬的相關ETF 那如果呢 你想要投資這種相關的ETF的話 一樣 投資前你要先做好功課 先了解這些商品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再去做的 就會比較安全一點哦 哦 好